曾有一段时间,笔者很爱看讲述古代帝王的历史剧集,其中一套特别欣赏者,为2005年的汉武大帝,剧中有一节桥段特别印象深刻,话说当时匈奴势力强盛,旅饭中原,而国力尚未恢复的汉朝,唯有将公主送于匈奴铲鱼为妻,换取短暂的和平。 即后汉武大帝终于大发神威,将匈奴荡平,使其败走大漠远方。但汉景帝不舍得将自己的公主送于他人,唯有将宫女收为异女,冲作公主嫁给匈奴王。 起料同样情节亦发生在万里以外的中世纪欧洲,当笔者看到戏中女主角嫁给英俊的白马王子,住进入主题公园中梦幻城堡般优美的古堡之时,必及联想到上述之剧情,心中早猜到其遭遇,将如金刚、King Kong等女主角一般。 初看这套刚于Netflix上架的少女斗恶龙,Damsel,之时,其实不抱太大期望,只因个人极讨厌看重世纪魔法电影,早报了若看半小时不合心意及放弃之念头,但片子却拍得着实不坏,近时笔者紧紧坐在家中,一口气看壁全片。 或许由于导演企图以非一般手法去说这个故事,更懂得高度政治正确,戏中所有男性武士皆属于窝囊犯贷,外表高贵的白人国王,皇后全属阴险小人,反而不同肤色的女角方是女中豪杰,努力跟恶龙周旋,女主角更特别致勇双全,于山洞中和懂得飞天喷火的巨兽斗智斗力。 戏中大部分的情节,接着力叙述女主角如何在陌生且说大的山洞中奋力求生,让笔者联想到2005年的英国经典经历电影《The Descent》,该片便是讲述五名年轻女子,网旧矿洞中探险,起聊内里却助了一批,于地底生活寥寥千万年的动人。 该片成功的地描述动人于黑暗如何猎杀的过程,成功塑造出四面楚歌的气氛,笔者往后更一再重看该片。 但相比之下,本片女主角之遭遇变媒《The Descent》那五个女主角般惊险了,特别是那条恶龙虽能说人语,与其拥有数百年的道行,却蠢得可以,竟对那个盘踞多年的家,一点也不熟悉,让那些贡品相继找到逃生门。 若他稍能聪明一点的话,每天只需略花利器,将所有死角位荡平,便能轻易抓死女主角,何用弄得焦头烂额呢? 当然笔者也明白到,编剧如此安排,只为了方便营造出人意表的结局,女主角最终以非一般手法对付恶龙,笔者一觉得此构思相当不俗。 戏中表现最突出者,当属年仅20岁的女主角Millie Bobby Brown,其样貌笑似当年,这个杀手不太冷,Leon,时代的Natalie Portman,但不及后者标志。 他成名自2016年的影集《怪奇物语》《Stranger Things》,笔者没有看过该剧,要直至2019年的《Godzilla King of the Monsters》方第一次看到其演出。 经过八年的时间洗礼,这位年轻女演员演技已着实不俗,或能成为Anya Taylor-Joy之后,赫里活得另一后起之秀,也未可知。 最后,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频道。请在YouTube上订阅、点赞、给予正评。谢谢。